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终究历练不够 打不过玄简 玄简作为罗网天子一等杀手 曾一个人对将葛聂与卫庄合纵连横而不落下风 虽说葛聂与卫庄尚且年轻 但这足以看得出玄简实力之强大 卫庄与玄简在紫蓝圈内对决 卫庄说玄简失去了一个剑客的本心 但玄简根本不在意 玄简手中的剑只为杀人 而今玄简就是要杀卫庄 这个时期的卫庄根本敌不过玄简 玄简将卫庄击倒在地 准备补刀 众所周知 补刀补得慢就容易补不到 玄简没能给卫庄最后一击 因为葛聂也来救失地了 看见葛聂的时候 小编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眼睁睁看见韩非没感到 如卫庄就要那样被补刀了 葛聂救了卫庄 当时的感觉就是好师兄来救失地了 师兄弟俩感情好啊 然而有一个疑惑就是韩非口中有一个可以救卫庄的援兵到底是谁 当时看着韩非着急赶向泽兰轩的样子 以为救兵也没感到 后来发现韩非口中的救兵就是葛聂 还以为韩非叫逆龄去救卫庄来着呢 原以为是师兄弟之间的默契让葛聂如天使般降临在伤众倒地的师弟卫庄面前 然后葛聂对韩非说的一句话让我懂得了 有些事或许是巧合 而有些事的发生依然是有准备的 葛聂对韩非说 接下来就等九公子完成承诺 葛聂帮助韩非救卫庄 是因为他与韩非的约定 葛聂按照约定来救卫庄 韩非就要履行承诺 协助嬴政 这是一场交易 虽说葛聂救卫庄是因为他和韩非的交易 但相信葛聂也是真心要救卫庄 毕竟照葛聂含卫庄为小庄的亲近禁 葛聂肯定是对师弟有感情的 况且葛聂一向仁义 对于葛聂从玄奸手上救下卫庄这件事是一场交易 觉得这虽然看起来有损葛聂与卫庄之间的师兄弟感情 但葛聂与卫庄立场不同 尽力为几方谋取利益 无可厚非 点赞关注不迷路 小哲带你上高速